我今天看的故事是《小雞的一天》 一大早上太陽剛剛升起 小雞在家裡走出來 他問一天我最喜歡什麼時間 他去了問公雞先生 公雞呀公雞 這一天現在六點了 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是呀 後最喜歡的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我叫醒別人了 哥哥哥哥 八點了 牛媽媽走了在家裡 這一天是不是最喜歡的時間 牛媽媽 不是呀 後最喜歡的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後 後天的奶奶給我的寶寶喝 嗚 十一點了 小狗在草地上跑來跑去 他就問小狗 這一天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是呀 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是呀 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是呀 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是呀 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是呀 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因為og streaming 這一天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而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就是小雞當然是從 그다음 遇washing 閃閃眼,已經五點了 小雞去過馬的家裡見到小馬 馬大哥呀馬大哥,現在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不是呀,是我最喜歡的時間 因為我在外面跑了很久,所以我要在這裡休息 唉,已經到了晚上七點了 小雞覺得很累,但還未知道答案 他就找了母雞媽媽 你幹嘛找我,母雞媽媽 你過來呀,你現在就知道你是最喜歡哪個時間 因為現在已經七點了 是輪到我們吃飯的時間了 我們吃得很開心 我終於知道一天裡面我最喜歡是什麼時間 就是晚餐的時間,我吃東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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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